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法国华人卫视综合服务频道 您的蜜蜜蜜蜜蜜蜜的脸宫的基地 欢迎收看巴黎我的谬师 是一间很棒的音乐餐厅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餐厅它保留了1900年代 当初那个时代的气氛跟感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这样美好的音乐 走吧 我们一起来感受到这间餐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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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PF经典的法国相送 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这充满了喜悦、浪漫、怀旧 感伤的复杂情绪歌曲 优雅的音乐令人沉醉 Levier Belleville音乐特赦主题餐厅 至今开业25年左右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大家都起居一堂的欢唱 音乐是最好的交流语言 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是这么欢乐 我们很高兴 因为有一个友善 和食物非常好 今晚我们有一个好记忆 还有画家在餐厅看下客人的模样 画笔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清淡水灿 援绘着客人独特的显应风采 Levier Belleville是巴黎不可错过的音乐live餐厅 对手会稍微介绍演唱的群练 回到这里 你会发现大家都好忙哦 忙着想要美食忙着愉快翻唱 客人边用餐边唱 微特边送菜边唱 调酒师也边开屏边唱演 走进1900年代 父母怀旧的情调 让Levier Belleville天天高朋满座 说到音乐餐厅 当然少不了以爵士乐为主题的音乐餐厅咯 Le Gafford de la Yuschen 完整保留了1950年代 爵士俱乐部风格的音乐餐厅 铭声响亮 好音乐让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Gafford de la Yuschen 是一家非常非常特别的音乐酒吧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听说它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它有一个地下通道耶 Gafford de la Yuschen 事实上它的地理位置 是在Sermichelle 可是它却有一个小通道 可以让我们一起走到Chatelle哦 虽然这秘密通道已经封闭 不能参观 在这巴黎最古老的爵士俱乐部 独乐乐也终乐乐 放松自在水音乐起舞吧 尤其是一个在史上的户型 鲁星的老公 晨确表现 很轻易形 是一个小秘密的故事 这是经历的故事 对于是这个故事 对我们来说 对几个小秘密的故事 此物所在一个秘密通道的始終这是建议的故事 这几个秘密基确的故事 几年以前,它被选择到大厦的大厦 就在1946年 现在的音乐都有了 其中最多年 大街路的立场是唯一婆子的唯一 已经在台湾杆 我们上台湾沙丝 Philadelphia's Line, 有个人能跳舞 正面团的舞台 对我们的舞台 有个人应该晝影 有个人减目的鞋 它叫做为《的残忾和意识》 是《的 podemos啦》 传说中的《嘎佛德拉玉雪》 是最早的《神殿骑士》 和《玫瑰十字会秘密集会》的场所 一楼的墙上 还有古剑和玻璃花窗装饰者 虽然过去恐怖地窖的名称 和故事有点可怕 但《嘎佛德拉玉雪地窖》里面 现场音乐爵士乐团热力演出 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音乐世界 可《嘎佛德拉玉雪》的爵士乐风格 走传统路线 由上司风带领 吉他、bass和鼓手控制者节奏 和钢琴手穿插其间 演奏者将感情笼固其中 并升华为音符 爵士乐没有休息拍 不停地散发活力给听众 在《嘎佛德拉玉雪》 就可以充分感受到爵士乐的热情活力 爵士乐起源于非洲 20世纪初期形成于美国新高额良 而慢慢孕育出来的音乐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法国爵士乐文化兴起 因为这极性自在的表演方式 象征着自由 《嘎佛德拉玉雪》法国音乐节 其源于1982年 于每年的6月21日举行 这一年中 日照最长的这一天 法国用音乐来前提夏天的大来 城市的大街小巷 大家随处都可享受音乐的演出 目前有120个国家 以法国音乐节为灵感 一同在夏日这一天举行音乐庆典 每次摘星未必如愿 但一定不会张了你的手 认真练习让表演更加熟能生巧 巴黎有许多乐团 我们要前往他们正式演出前的练习室 来看看他们幕后的状况 Luna Rosa是巴黎最大的练团室 这里总共有30个空间 可以让大家来这边做练习 而且Luna Rosa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耶 可以是说巴黎历史最悠久 最知名的练团的地方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瞧瞧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乐团 在这里练习哟 看看他们是怎么练功的 专业的设备和空间 已至排开的吉他 和巨大的音响喇叭 Luna Rosa是巴黎乐团练功的基地 好多知名的音乐人 和各类型的音乐团体 都在这里的练习室练唱过 你看看有这么多 Luna Rosa有好多的沙漏 可以供乐团做练习 总共有30间这样不同的沙漏 哇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有乐团正在练功呢 今天听到我们来一探究竟 看看他们在幕后练功的状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看到乐团们一次又一次的练步 他们说练习不能达到完美 完美的练习才能达到完美 每次的练习都要当作自己在台上演出 只要听到不满意的地方 他们就会停下来 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这个桥段 直到它变得好听 持续寻找进步的方法 乐团练习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把握大家共同的时间 和团队默契很重要之外 他们时常需要去注意彼此之间音量频率的变化 你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反应 一边来彩排 一边想象临场演出的感觉 技巧练习加上舞台练习 全力投入感情 全力演奏出好音乐 Unalosa有各类型的乐团 也可以听到像是旁克音乐类型的风格 旁克文化起源于1970年代的英国 最初的时候 它是一个音乐上的叛逆运动 旁克音乐带有颠覆性和叛逆性 是面对社会问题 运发出迅识与批判 欧营音乐被称为街头摇吻旁克 吵扎 粗暴 眼律简单 失后的叫声也是欧营音乐的能力性 副运动工 相这次去语音乐的能力 我们叫SKJELDT 我们是英文化合奏的风格 在英文化合奏的风格 我们叫SKJELDT 你能跟 unto热拍摄到吗? 我们不再去训练和这个舞传务 我们两个人在歌手中的歌手 我们在歌手中的歌手 不只在美国的歌手 《Steeler》是个Hulk的吗? 是的,《Bull & Koi》 我们都在歌手中的歌手中 是个美国的歌手 诶 听了那么多乐团 赶快拿起我歌字仪 就能小吉他 加情练习拆心 当不了天才 可以当地才 勤奋努力 自我要求永远不闲持 也希望各位逐梦踏实 梦想成真哦 今天这么多这么棒的音乐家 和音乐团体 有没有让大家听的热血沸腾呢 谢谢收看今天的巴黎 我的谬师 我们下次再见 Au revoir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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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